在重庆你们可能都知道那个皇冠大福梯 但是这边其实重庆有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电梯 凯旋路电梯 而且它是重庆最古老的电梯 是中国第一部城市客运电梯 这个电梯连接的是上半城 重庆的上半城和下半城 上半城是直接可以到那个解放碑的 下半城是可以到下面就是长江了 这个电梯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是1985年的时候建立 开始修建了 1986年的时候建立完成开始运行 当时在修建这个电梯之前 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他们想要测这里的人流量 因为没有非常深进的那个技术工具 他们就用那个豆子糊豆 每过一个人就放一颗豆子放在一个盆里 然后一天完了之后就开始数那个盆里的豆子 然后就发现这一条路就是还是很值得修建一个电梯的 云流量也非常的大 后来就修建起了这个重庆最古老的电梯 在1986年的时候凯旋落电梯刚刚建成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票价是上行是一毛钱 就一脚钱 下行是五分钱 而且那个年代二两小面也只要八分钱 所以在那个年代这个票价算是比较贵的了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愿意过来坐 有时候在停电不能运行的时候 一些老人也非常的愿意就是等来到店之后再出门 而且当时凯旋落电梯还作为重庆的标志性的城市建筑 放了杂志封面 这个电梯也是要收费了 上下行都是一块钱好像是 还可以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现在已经坐电梯到了下半层了 然后这里是上半层解放杯入口 然后就可以坐电梯到上面 据说这个垂直的长度大概是50米 这条路呢就是凯旋路 凯旋路的时候现在要去输到抗战时期了 作为抗战时期的陪度 抗战时期重庆接受了一大批有国际圆滑而来的物资 但是由于重庆的地势的问题 这些物资在长江南安都江到北岸于中半岛后 就不得不通过人力的方式进行运输 为了保障抗战物资的及时运输 设设计师设计的时候 为了合理的利用资源就把这个中间这里就设计成了居民楼 然后这个电梯设计成这个公共电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半程爬楼梯爬到了上半程 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远 就一会儿就爬上了 但是对于因为重庆老人也是比较多的嘛 老人爬楼梯的话 就是他们就在中间会设有那个椅子凳子 然后共同一休息 休息完了就再继续往上爬 好 今天电梯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好 拜拜